今集的嘉賓是 Everett 許廷空 CK 日言 其實錄音當刻 你們去錄這些 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聊聊聊 甚至是當中的一些句子 帶了一個什麼心情 當然緊張 是錄音當刻的緊張 當然是錄音當刻的緊張 無論什麼情況都很緊張 還有我在 他還在 我還在裡面幫他拍照 站進來 很害怕 相片真的很漂亮 值得的 當我知道有份唱 要把自己的聲音放進去 其實我是很感動 感動得來也很緊張 很複雜的心情 對 真的很複雜 那天我一去到也有跟阿余 我們監製說 我真的很緊張 因為錄音室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局促的地方 我平時做音樂是自己的 HOME STUDIO 放些東西出來就做 那個儀式感感到很緊張 對 真的很緊張 對 真的很緊張 我好像第一次去這麼正式的場合 然後有這麼正式的 每一個部門的同事 這麼正式地去錄音 你放心吧 其實那個STUDIO我也是剛剛第一次去的 我去的時候 其實我也可以介紹一下 那個本身是一個 我們香港的Mixing的大師 Frankie Hong的一個地方 但他就因為過了去英國發展 所以就變成那個地方 我們就很好 有一個Lawrence Choi 他就拆開了這個地方 把他搖身一邊 變成一個現在很正確的 是可以錄Vocal的一個STUDIO 我覺得很好 有這些延伸性 我們大家近年都很習慣離別 或者要學會怎麼習慣離別 但有一些東西原來可以延續的時候 我都希望這支碟有很多錄音 都可以在這裡進行 因為這支地方其實 對我來說是淵源都有些 就是因為我當年入華立唱片的時候 我第一支歌 真正第一支錄音 《南血人》的那個錄音 正正在這個STUDIO的前身 進行錄音 就是Frankie的STUDIO的錄音 然後那個時候的環境不同 其實那個錄音 即我們的Vocal booth 其實都挺大的 但那個時候我最記得的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一個這麼大的STUDIO 但我可能害怕 我就在其中一個角度 就一直在那個位置唱 當時都是阿余有份 他都看不到 為什麼你這麼大的STUDIO 但只是你困在一個角度 好像現在再去的時候 整件事的感覺 有些… 今次戴著… 對 兩個女兒 原來都試過境遷 當年的不安和害怕 好像現在得到一個安放 然後就可以重新去 再在這個地方進行錄音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地方是有意義的 還有它有一個新的生命 我都希望我這支碟 都希望可以在這裡 去孕育這張唱片出來 嗯… 待一下這張唱片 最後是Turn Out 是怎樣 但… 無論是剛剛CK說的 很緊張 但有很多時候 都幾複雜的心情 去處理這首作品 其實在拍攝MV的時候 你們都會不會說 又有一種… 很厲害 這隻女兒 我覺得很棒 是真的 大家… 你有眼睛 我看到你有一種驚恐 因為我真的很驚恐 哈哈 你的眼睛 都出來了 這個真的厲害 我也不知道 自己的眼睛 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當下是… 我住在林拍之前 好像跟Bonnie在談 一些開心事情 完全是不同狀態 但這就是這首歌的威力 不是讚自己 真的要讚 他一播放 我就可以進入世界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為何這麼好 就是大家都可以很容易代入 一響起你就會很深呼 總之就好像似曾相識的感覺 雖然因為自己寫 所以他一響起這首歌 即是一播放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人就已經進入了那個狀態 就會想起寫這首歌的心情 想起他們的心情 想起MARF的一些沉重 我是一個很容易代入別人的心情的人 所以我就… 那一刻都百感交集 然後導演也是一個非常之… 令到那件事是… 導得位 對 哇 總之環境是很適合的 很難 所以一瞬間一拍攝 我就已經進入了這個狀態 知道你們其實本身扮演著不同角色 CK你是… 我記得有一幕是… 你是遮住耳朵 而貓是遮住其中一隻眼 而兩位同時遮住Albert的眼 好像是非禮物是非禮物停的角色 但是又… 口又流著 沒有遮住 本身那個意思有沒有說 你們三位都是 本身有沒有一個定位 在這個MV裡面的角色裡面 其實… 因為導演在一開始拍攝的時候 第一個拍攝的是我 然後… 他就有跟我做一個簡單的brief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他希望這個MV 大家是在做不同的人 即是在做不同的角色 他對待這個話題 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我希望有些人是硬正的 我希望有些人是罵人的 我希望有些人是不想聽人說話 我希望有些人是軟弱的 最後我就問他 那你想我做些什麼 你做你自己就可以了 那一刻我是OK 然後他就再說 但到最後我想大家很真誠地 想去演繹最後那一段 Can you hear me 因為在他的角度 他的立場 他聽完這首歌 他覺得這首歌不是一個反擊 也不是一個要表達什麼 帶什麼給大家的歌 純粹是想表達我們自己 其實都是有感受 有想法 人家聽就聽 不聽就不聽 所以那一刻我就… OK 我就很信任導演 他想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他就有說那個黯眼 黯耳 其實他是沒有很特別說 我這裡為什麼要你這樣做 但我自己得到的就是 他很想我們是… 我們是一個保護自己的狀態 我們不想聽到 我們不想看到這些東西 但其實為什麼會留下把口 就是我們都有權去發聲 我們都可以這樣說別人 我們都可以去罵別人 但我們沒有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是… 那個氛圍 我們站在那裡做 掩著許廷桿的眼睛的時候 其實Marv是哭了的 他就覺得我們好像是一個bonding 我們是三個好像…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被人罵 有其他很出色的演員 在旁邊罵我們 然後那一刻其實… 好像我們… 我們想反擊 但其實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真的想反擊 我們是… 我想那種感動是因為 互相了解大家的軟弱位 或者大家明白大家 那些位置為什麼會這樣硬 其實硬也是一種軟弱 當然 譬如CK的表演是硬 但誰喜歡被人誤會呢 誰喜歡被人誤解呢 其實這些硬的背後的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有一個可能更脆弱的部分 而不想別人誤解 所以才需要硬 而Marv跟CK一樣 都是一個很容易感受到別人的感受的人 所以我們那一刻突然間… 我明白Marv會突然有一下觸動 因為… 如果真的要代入那個故事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是自討苦吃的 我們特地去安排周邊的演員 是…去萬馬我們 那有一些很真實的一些說話 也都有一些… 其實我相信… 作為… 就是… 叫做… 因為他們… 除了是演員之外 其實他們有另外一個身份 其實他們都是惡迷 他們都是街外人 他們都會有聽過 別人怎樣去… 在網上也好 或者… 甚至在報導上也好 怎樣去評價我們 他們是… 我自己就特地跟他們說 不要緊要 你儘管說 你儘管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不會收音的 你儘管去說 亦都不會說 有些什麼credit 是指著這個是你說的 而去到最後 我覺得最touching的一個位置 其實是 他們在罵的東西 其實是… 去到最後 是他們自己本人 作為一個演員 作為一個角色 其實可能他們都… 心裡有一條刺 可能有人說過他們 或者他們心目中 其實最怕別人怎樣說他 其實他們是… 我聽得到的 所以那一刻其實 拍攝是… 當中有很多這些情緒 是flow著的 所以其中一幕 我自己覺得 很有那種 healing的感覺 就是我們圍圈 我們有一個類似祭壇的形式 然後我們大家就互相… 我就是… 我的手本身遮住CK的眼睛 我們互相放開 然後我們看到的東西 不只是那個問題的那個重 我覺得那一刻 大家本身有些片體鱗傷的狀態 然後開始慢慢stand up for themselves 到最後就是 Can you hear me 那段 其實我覺得這個進程 其實很厲害的 這次要好多謝導演 Viv 其實我第一次跟她合作 都是新合作 《無獨有偶》 這次也是全女班 都是一位很出色的女導演 她… 她都有自己的軟弱位 她都會問我 就是說 你怕不怕我們的MV 不是畫公仔畫出場 因為她就說 她都看過一些網上的評論 她其他一些作品是被人說 會不夠出或故事的Storyline 不明白 但對於我來說 這首歌 或是這個世代 你說到明就錯誤了 或是你說到明 就會有一個空間 被人去直接追擊 反而你有些東西 你留下空間 你可以自由解讀的時候 現在我覺得觀眾 或者真的懂得聽的樂迷 有心的樂迷 其實他們分得到 所以我就覺得整件事 為什麼我說這麼順 就是連這首歌 由Demo的創作 去到MV出街 其實整件事 都是大家每個人 有加他們自己的一些部分 然後到最後的成品 是大家都有血有肉地 放了自己的東西 其實是很有心的一個 我覺得各自在自己的崗位 這個團隊也是 大家都是很認真去看待這件事 大家都是會放自己的情緒 或者是怎樣去把這件事 很認真去處理 其實我也會很期待 無論是Alfred這張專輯 來的作品也好 MV也好 甚至在合作的頒底上面 我也會很期待 因為應該猜 我相信這張專輯 就沒有那麼個人 很瘋狂 很瘋狂 我想買這張專輯的合作單位 但我不肯一一曝光 我自己在這張專輯的創作 我覺得是自許紀錄的大爆發 因為確實地在上一張專輯 2021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調整中間 因為剛剛開始自己公司 然後去製作的時候 其實是有些延遲 我之前也在訪問說過 因為原來自己搞 真的是第二個世界 所以在製作上面 是有點遲緩 然後變成那張專輯的時間 就押後了 但是去到今次這張專輯 我就覺得 我知道自己要準備什麼 我知道自己要準備什麼 什麼的concept 才叫做真正的concept album 是別人的專輯 是有血有肉 而不是我為了所謂要創立 一個concept album的概念 然後把歌曲用說法拉在一起 我覺得這張專輯是很不同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到時買 最直接就是這樣 一定會 但是如果買的話 是不是這次黑膠 還是另一種形式 不要問我住 我還未知 逼去老闆 我看到那條巴巴 都爆了 會有黑膠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歌迷 因為我上次2021的大碟 而買了黑膠 和買了黑膠唱盤 如果我這次突然 彈出彈入 我不出 就好像令到買了黑膠的朋友 好像沒有延伸性 但是 應該就不止 只是黑膠版 有Casset有CD 我不知道 到時想 我還未這麼快出主 我可以這麼說 對 不迫他老闆 你看 很開心 而且老闆很大力 真的很開心 我每次跟Alfred聊天 到這次可以認識到新朋友 我也很感謝CK 更加感謝Alfred 我也很感謝CK你的分享 還有謝謝你邀請我們兩個 謝謝 很感恩 每次都跟大家聊天 其實為什麼英文是anthropology 其實翻譯到人類學 跟人言感覺好像很大包圍 anthropology這個 term 因為其實 anthropology 其中有一個解讀 就是文化的人類學 就是說 其實我們文化人類學 其實也是我們每個人 怎樣去present自己 怎樣去解讀別人的說話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是仁言其中一個部分 很重要就是 其實我們每個人選擇去說些什麼出來 其實都是他怎樣去present自己的選擇 所以我就是不明白 就是剛才我一直在說的 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有些人會用這個方法 present自己 或者present仇恨 自己人生的主軸 不斷地去不同的位置 留comment 去責罵別人 責爛別人 其實對我來說 他如果人類學來說 都是值得研究的一種人類 所以我覺得這個名字 其實對我來說都貼題 但也確實我們想說的 不僅是人說話的威力 這麼片面的層面 而是希望可以有更多 讓人們思考的一個角度 所以其實去中文 為什麼我們會把人言 人字變成一個企引邊 其實也是希望 可以引發大家更多思考的部分 好 我們有機會有緣再見 好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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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有關 我們在帥店 我先 揍妳 感谢观看